相比起时间循环,人变成羊,眼前这幅画面不仅在令人震撼上毫不逊色,而且更让鲁米安有种眼睛、心灵和精神遭受严重污染的感觉。 如果事前知道会目睹这样的事情,他绝对会选择放弃行动。 这TM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路易斯隆德明明还是个男人啊,他怀的是谁的孩子,行政官,或者普阿利斯夫人,这就是神秘学世界吗? 奥罗尔不让我接触,果然是为了我好。 一时之间,鲁米安面头无序,精神混乱,恨不得直接挖掉自己的眼睛,强行遗忘掉看见的画面。 哦啊,哦啊,哦啊。 路易斯隆德生下来的那个婴儿啼哭出声,让污秽的产房瞬间多了几分神圣的气息。 这是新生命降临的美好,藏在窗外的鲁米安都直观地体会到了那种来自人类本源的喜悦。 当然,除此之外,那种怪异、荒诞、肮脏、不协调的感觉也愈发明显。 鲁米安终于回过了神,下意识往房间内又看了一眼。 那个婴儿已被穿灰白长裙的妇人放到路易斯隆德身旁铺着的白色丝绸上。 她是个男孩,体表的血迹多过乳白色的油脂,但除了这个,没什么异常,像是个普普通通的新生。 鲁米安又观察了两秒,发现这男婴食指弯着,指甲很长,仿佛鸟类的爪子。 刚才,她就是用这双手撕开了路易斯隆德的肚子。 路易斯隆德则躺在那里,已陷入半昏迷的状态。 她肚子上的裂口尚未被缝合,血液不断渗透出来,隐约能见里面被压在一旁的肠子和一个奇怪的,类似鸟巢的,覆盖着肉色薄膜的事物。 那妇人将婴儿用丝绸包裹好后,取出那个鸟巢般的东西,拿起缝衣针和阳长线,帮路易斯隆德处理起伤口。 路易斯隆德痛苦的呻吟中,她一边缝一边念叨。 你这还算轻松的,我上次生死胞胎的时候,那才叫痛苦。 鲁米安脸旁肌肉微抽,只觉记眼睛,大脑,心灵,精神受到影响后,耳朵也被污染了。 她收回视线,决定赶紧离开这里。 又是清清一跃,鲁米安跳到了来时,那个窗口翻入了房间。 她关好窗,出了门,直奔楼梯口。 躲过上来的一名男性仆人,鲁米安轻手轻脚,又非常快速地返回了大厅。 你去了哪里? 突然,一道略带雌性的柔眉嗓音响在了她的耳畔。 以鲁米安的猎人感官,竟然都未提前察觉到有人就站在楼梯入口旁。 她猛地转过身体,望向那边,看见了身穿蓝色束腰长裙,头发半碗半披的普阿里斯夫人。 这夫人脸上没有了笑意,明亮的棕色眼眸,清晰映着鲁米安的身影。 鲁米安的精神瞬间高度紧绷,与恐惧的同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在这时,奥罗尔从侧面房间出来,望向她道,你去了哪里? 马车已经停在门口了。 类似场景下,鲁米安经验丰富,半真半假道。 刚才普阿里斯夫人不是说隆德先生病了吗? 我和她喝过几次酒,想着去探望一下,但这城堡太大了,我又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找到。 奥罗尔点了点头,叮嘱道,你可以直接向普阿里斯夫人提出请求,不需要瞒着我们,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是我的错,对不起。 鲁米安诚恳地望向普阿里斯夫人,看到楼上那一幕后,她对这位夫人的害怕多过了厌恶。 普阿里斯夫人终于露出了笑意,不再那么严肃。 我替隆德感谢你的心意,但她这次生病时的状态不好,不愿意以不体面的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 确实不体面,鲁米安默默附和了一句。 奥罗尔随即对普阿里斯夫人道,那我们上马车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鲁米安悄悄盯着普阿里斯夫人,担心她找借口让自己姐弟俩多留一会儿。 那样的话就说明她可能察觉到了异常,需要确认下路易斯隆德那里有没有问题。 虽然与姐姐会合后,鲁米安觉得自己两人也不是没有和普阿里斯夫人一战之力, 但这里毕竟是她的城堡,周围全是她的仆人,对猎人来说属于最差的狩猎环境。 普阿里斯夫人轻轻汗手,微笑对奥罗尔道, 期待你从特利尔带回来的礼物,那里的流行风向总是让我向往,希望能给你一个惊喜。 奥罗尔虽然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克尔度村,但该表态的还是要表态。 普阿里斯夫人带着贴身女扑卡西,将姐弟俩送到了门口,看着他们上了那辆包厢式的四座马车。 留着深棕色洛塞虎,体格魁梧的车夫,穿着深红色的衣物和黄色长裤,戴着顶打蜡的帽子,除了梅迹领带,与城里的专业马车夫几乎一样。 这是行政官贝奥斯特的强制要求,麻烦你了。 关上车门前,奥罗尔很有礼貌地对车夫说了一声。 车夫叫做塞维尔,有着印第斯共和国最常见的蓝色眼眸。 他因奥罗尔这位漂亮女士的尊重而欣喜,未到了达列日后肯定会有的小费而期待,很是热情地说道。 女士,先生,坐好了。 他仰起鞭子,让马匹由慢到快迈开了脚步。 马车穿过科尔渡村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虽然知道离开的道路绝对不会顺利和轻松,但卢米安还是忍不住咯噔了一下。 怎么了? 他隔着车厢,询问起外面的车夫。 塞维尔说道, 夫人昨天答应要送纳罗卡去朱纳克村,我担心去了达列日再返回来不及, 想着顺路就接上他,放心,不会耽搁你们时间的。 朱纳克村比克尔渡村更靠近达列日,先去那里, 确实不怎么影响奥罗尔和卢米安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因为这是别人的马车,自身无权阻止,所以奥罗尔未提出异议。 卢米安则更在意纳罗卡这个人,上次循环里,纳罗卡突然死亡,疑似被亲属谋杀,且与本堂神府那伙人有关。 塞维尔下了马车,进了纳罗卡的家,然后领着这位夫人走了出来。 纳罗卡与往常不同,换了身有精致花纹的黑色长裙,戴着顶老夫人喜欢的身色软帽,稀疏而苍白的头发,明显有认真梳理过。 哟,我的小卷心菜,你这是要去哪里? 纳罗卡上了马车,看到奥罗尔很是高兴。 他多有斑块和皱纹的脸庞,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以往略显浑浊的眼睛有神了不少。 我去特利尔参加一个作家沙龙,顺便带卢米安考察下那里的大学。 奥罗尔说着绝对意义上的真话,他转而问道, 纳罗卡,你是去做客吗? 虽然纳罗卡作为一名寡妇,穿黑色的衣物很正常, 但这条裙子他只有节日,宴会和王夫忌日才穿。 纳罗卡露出了期待的表情,是啊,去见一些人。 卢米安没有说话,悄悄观察着纳罗卡,看能否从他身上看出点什么。 马车再次行驶起来,往着科尔度村外面。 奥罗尔和纳罗卡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车外。 他始终还是担心自己姐弟俩匆匆离开,会引来某些人的怀疑。 马车走着走着,卢米安突然察觉到纳罗卡的状态有了变化。 和刚才相比,这位夫人脸色苍白发青了不少, 眼神也不再那么灵动,整个人完全沉默了下去, 除非奥罗尔问,才会简单回答一两句。 这和卢米安在上次循环里于半夜看见的那个纳罗卡很像。 卢米安悄然拉了下奥罗尔的手。 奥罗尔迅速侧头望向了他,用眼神表示询问。 卢米安隐蔽地指了下纳罗卡,又在姐姐的掌心画了个叉。 叉是奥罗尔批改他卷子时常用的符号,表示错误。 此时卢米安用来带指纳罗卡状态不对。 奥罗尔挣了一秒,很快明白了卢米安的意思。 他收回注意力,望向纳罗卡,明显地感觉到了异常。 他随即抬起右手,捏了捏两侧太阳穴。 他浅蓝的眼眸瞬间变得更加深邃,染上了少许幽暗。 只是看了一眼,奥罗尔好看的金色眉毛就皱了起来,身体微微厚仰,像是受到了某种冲击。 他闭上眼睛,略显痛苦地揉起太阳穴,仿佛有些疲惫。 重新睁开双眼后,奥罗尔侧头对卢米安道。 到了达列日,你一定要跟紧我,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紧紧跟着我。 他说的很是严肃。 卢米安一听就懂,知道姐姐的意思是,接下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牢牢跟着她,她会处理的。 他郑重点了下头,决定等下就向姐姐坦白自己成为非凡者。 奥罗尔收回了视线,看向纳罗卡,故意问道, 纳罗卡,你真的是去朱纳克村吗?还是说别的什么地方? 他担心,等到马车自行停下,事情会更加无法解决。 既然如此,不如提前引发不在对方期待的环境里战斗。 纳罗卡目光有些空洞,嗓音低沉地回答道, 不,我不是去朱纳克村,我要去的是彼岸世界。 他话音刚落,卢米安就感觉马车车窗外变得异常昏暗。 在后一边,导致,我感觉要去朱纳克村, 读音咚失误的继续株 静立开乱法 你不想看的读音,我不是去朱纳克村, 没有到如今,上去就炳传了。 这边,我还是在深厉害,